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Achair 底特绿变人这款游戏非常不错 以前我是在PS4游戏机上通了两次 现在看看它在电脑上的表现如何 老显卡GTX1060能否一战 特效能开到哪 帧率又能到哪 据说这款游戏十分吃CPU 看看我的老CPUE3v2能否够用 我的电脑配置是E3v2 这是一个四核心八线程的CPU 内存是16G的DDR3 两条8G组成了双通道 频率是1600 显卡是GTX1060的6G 这还是那块49年入国军的显卡 用了两年了 CPU和显卡的实时数据 请看屏幕的左上角 这个数据是由Afterburner软件显示出来的 具体这款软件如何使用 请看我以前做的教程 有两个视频 左上角的这一堆数据 大家主要看CPU和显卡的占用率 还有CPU和显卡的频率和温度变化 在不同的游戏画面 它们的占用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占用率是实时变化的 显卡的频率和显卡的温度也是经常变的 这两个指标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的显示器分辨率是2560x1080 比例是21比9 比普通的1080P分辨率略高一点 普通的分辨率是1920x1080 但这款游戏的画面还是标准的16比9 所以它在我的显示器上 两侧会出现黑边 黑边估计不会占用显卡资源 所以在我这儿的表现 估计和普通的16比91080P分辨率差不多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在录制游戏画面的时候 会占用一些CPU和显卡的资源 如果不录屏 玩游戏的帧率会好一些 前提介绍完了 下面正式开始分享 当年第一次在用PS4游戏机 玩底特律变人的时候 被画面震撼到了 现在想想这款游戏的开发商 真是会骗人 骗人这个词可能不好听 应该叫虚巧 比如有的场景 画面效果非常棒 非常好 以为是实事演算的 但实际上是播片 因为到电脑上 用Afterburner软件能看出来 比如有的场景画面很棒 但是这时候 显卡的占用率很低 而且显卡的频率也很低 这时候就是播片 这次玩底特律变人的PC版 游戏默认推荐的是高特效 锁了30帧 进入游戏的第一个场景 我感觉这款游戏的PC版的高特效的画面 比PS4要好一些 画面更有质感 而且能显示更多的细节 当时我是用PS4 Slim玩的 估计有动态分辨率 因为有的时候画面会有一些毛刺 当时我玩的时候就发现了 帧率很稳定 但是画质不稳定 PC版的画质更好些 而且稳定 说完画面再说说帧率 PC版我在开始进游戏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锁了30帧 玩游戏的感觉和PS4一样 很稳很流畅 后来我手动切换成了60帧 发现真是丝般顺滑 玩了一会儿再切回30帧 立刻感受到了卡顿 但没过多久竟然适应了 这可能和游戏有关 底特律变人这款游戏 属于电影叙事类 30帧完全够用 我的这套硬件配置 在锁30帧的情况下 性能完全够用 响卡占用经常在50%到60% 如果锁60帧就不够用了 很少能到60帧 大部分场景都会在50帧左右 在马库斯取颜料的那个情节 路过市区 帧率只有30多帧 这时候CPU响卡都已经满了 如果不录屏 帧率会高一点 但是也达不到60帧 而且CPU和响卡都是满载的 如果为了确保60帧 降低渲染分辨率怎么样 我认为这款游戏 千万不要降低渲染分辨率 游戏的默认渲染分辨率是1 也就是100% 如果调成70%或者是80% 这样可以让帧率稳定在60帧 我也尝试过了 但是画面损失非常严重 各位在看到视频的时候 优移码率比较低 可能看不出来区别那么大 实际上区别很大 这款游戏的一大特色就是画面 所以请确保画面的质量 帧率30帧我感觉很流畅 不会觉得卡顿 而且这时候响卡和CPU 也会感觉很舒服 因为不需要满功率运行 具体是锁30帧还是60帧 大家自己选择 我认为都可以 关于GTX 1060响卡 在底特律变人这款游戏上的表现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评论 谢谢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